姑娘们有一周的时间去挑选他们重力的军官 在医生确定了排卵日之后 姑娘们和军官会被送到一个空房间里面 他们带着对帝国献身的激情会缠绵三个晚上 这里的所有人似乎都被当成了负责交配的种族 而婴儿们就像流水线产品一样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 无数女性心甘情愿地进入这个生育集中营 甚至献上自己的孩子 1933年希特勒上台成为德国的元首 随后掀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1939年到1941年间 德国迅速占领了欧洲的14个国家 此时的希特勒野心勃勃 甚至想要称霸全世界 1935年纳粹二把手党卫队队队长希姆莱 成立了生命之权计划 其目的是按照希特勒的种族优生理论 培育出优等且纯种的雅利安人 希特勒和希姆莱鼓吹种族有优劣之分 而日耳曼人是最纯正最高贵的雅利安人 犹太人和斯拉夫人则是略等民族 略等人种理所应当地要为优等人种 腾出来生存的空间 从19世纪开始 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 他主张达尔文的生存竞争 与自然选择的观点 也适用于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只有强者才能生存 弱者只能等待被灭亡的命运 而这种生存竞争 构成了社会进化的基本动因 而对于希特勒和希姆莱来说 自然条件下的优胜略态实在是太慢了 必须要进行人为的干预 培育出超级人种 这就是生命之权计划的初衷 他们鼓吹这项生育计划是为了德国的百年大计 为了人类有更好的未来 在他们的煽动和洗脑下 无数女性心甘情愿地进入这个生育集中营 甚至献上自己的孩子 生命之权实验营地 一开始只是面向大众召集孕妇 一旦被选中 这些孕妇就会像公主一样被精心照顾 孩子出生之后 会被留在实验营地 接受最好的教育 如果没有条件抚养孩子的话 孩子们会被送到上流的纳粹家庭中 一时之间生命之权计划的实验营地 成为了很多未婚妈妈的向往之地 但并不是所有的孕妇都能够成功入住的 他们需要通过严格的筛选 而筛选的唯一标准就是种族的纯洁性 家中三代必须没有任何的犹太基因 这张图表就是当时的筛选标准 白点代表的是亚利安血统 黑点代表的是犹太血统 从左到右五种人分别是 纯种的德意志人 四分之一犹太人 二分之一犹太人 四分之三犹太人 和纯种的犹太人 显然能够被选入生命之权计划的 只有纯种的德意志人 可是自愿报名的孕妇 同时又符合条件的 人数是少之又少 此时党外队想出了一个主意 既然孕妇数量不够 那么让最高贵最纯种的德意志少女 变成孕妇不就行了吗 1936年18岁的少女 希尔德加特鲁茨 刚刚完成学业 金发闭眼身材高挑 还有一双大长腿的特鲁茨 很快就被党外队给相中了 就在特鲁茨迷茫之际 党外队的领导对他说道 如果你不知道将来 想要做什么工作的话 何不给元首生一个孩子呢 我们需要你这样的人 来提高我们的民族价值 看看你宽阔的臀部和骨盆 太适合生育了 出于对帝国和希特勒的热爱 特鲁茨毫不犹豫的就报了名 仅仅和特鲁茨 同一批加入生命之权计划的 就有上百位金发闭眼的 美丽少女们 他们签订了保密协议 并且跟家人说 这就是国家所举办的集体住宿课程 并且同意孩子诸生之后 上交国家 和少女们配对的是 身体强健的纳税军官们 在实验人员的组织下 一场大型的匿名相亲活动开始了 姑娘们有一周的时间 去挑选他们重力的军官 在医生确定了排卵日之后 姑娘们和军官 会被送到一个空房间里面 他们带着对帝国献身的激情 会缠绵三个晚上 如果有几个不同的姑娘 看上了同一个军官也不要紧 因为他们的排卵日肯定是不同的 三天之后 同一个军官就会被送到 不同姑娘的房间 大家不知道彼此之间的姓名 而这些激情背后 就只有一个终极目标 那就是生育 当姑娘们成功受孕之后 军官们就会离开实验营地 回到战场 这里的所有人 似乎都被当成了负责交配的种株 而婴儿们就像流水线产品一样 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 十个月之后 特鲁茨完成了任务 生下了一名漂亮的雅利安男婴 然后带着骄傲离开了营地 而此时他的家人不知道的是 女儿在外面 已经偷偷生下来了一个孩子 营地中也只有健康的宝宝 有存活的机会 畸形或者是不健康的婴儿 会被立刻处死 有一些婴儿出生之后 虽然并没有身体方面的问题 但是眼睛和头发的颜色偏淡 不属于标准的金发碧眼的儿童 此时工作人员 就会进行一系列的治疗方案 比如说用强光照射孩子们的眼睛 为了把这些孩子们培养成 帝国未来最强健的战士 希姆莱还亲自设计了一种 高蛋白的食谱 婴儿们哭闹 看管的护士也不允许去哄他们 原因是为了锻炼他们坚强的意志 即使是这些婴儿哭破了嗓子 上个世纪30年代 希姆莱仅在德国境内 就建立了十家生命之权的实验营地 30年代后期还将魔爪伸向了 被认为具有种族价值的 挪威丹麦法国比利时等国 1935年到1945年之间 在整个欧洲 一共有36个生命之权机构 出生了8000多名雅利安婴儿 而希特勒的目标 是在1980年的时候 将这个数字提升到1.2亿 显然生命之权计划的生育速度 是赶不上德国纳粹的野心的 党外队每到一个地方 都会挑选符合他们要求的雅利安之子 直接把他们从母亲的怀抱中抢走 一时之间金发碧眼 似乎成为了欧洲的一种诅咒 希特勒认为 这些金发碧眼的优秀雅利安孩子 必须要为帝国服务 这些被绑架来的孩子 首先会接受眼睛颜色 头发颜色等医学辨识 随后会被送往德国的生命之权营地 在那里孩子们将要接受命运最后的判决 在经过一系列的测试之后 孩子们会被打上优秀 可以接受或者是劣智的标签 被定为劣智的孩子们 等待他们的只有一种结果 那就是集中磷的毒气势 1942年德军攻入克里米亚之后 很快在人群中注意到了一个 金发碧眼天使般的小男孩 亚历山大利托 这么可爱的孩子 怎么可以被留在克里米亚呢 亚历山大被带回德国之后 禁止说他的母语 而且工作人员不断地告诉他说 是你的父母抛弃了你 最终亚历山大被一户富裕的 德国家庭收养 改名为福克海尼克 据不完全捅计 当年被德军绑架走的孩子 高达25万名 而其中活下来的只是很少一部分 像亚历山大一样幸运的 更是少之又少 故事到这还没有完 为了加速生产亚历安婴儿 由死亡天使之称的帝国军医 蒙格勒 在生命之权计划的基础上 开展了双胞胎实验 一次性生两个 肯定要比生一个来的效率高啊 约瑟夫蒙格勒的理论是 人和狗一样都是有谱系的 我们在实验室中 可以培育出来两种狗 那么在实验室中 也可以培育出来两种人 上个世纪40年代的初 蒙格勒被调入了 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集中营 那里也成为了他变态的 双胞胎实验的主战场 据统计 蒙格勒曾经对 1500对双胞胎进行了实验 而最终活下来的只有不到100对 蒙格勒是个身材瘦小的男人 有些洁癖甚至是强迫症 头发总是梳得一丝不苟 深绿色的制服也是烫得平平整整的 军靴也是擦得正亮 这种完美主义 也被沿用到了他的实验对象上 凡是身体或者是皮肤上 有一点小瑕疵的孩子们 甚至是做过蓝尾炎手术的 都会被残忍地送进毒气室 伊瓦莫兹和他的双胞胎姐妹米里亚姆 曾经是双胞胎实验的幸存者 姐妹俩出生在罗马尼亚中部的 一个小村庄里 家中一共有四个孩子 伊瓦和米里亚姆上面还有两个姐姐 本来一家人生活的幸福平静 可是当纳粹的军队进入村庄的时候 作为唯一的一户犹太人家 一家六口人被迫踏上了 开往集中营的列车 当他们和无数的犹太人 一起从列车上下来的时候 党内队一眼就看到了伊瓦和米里亚姆 以及牵着他们的母亲 军官们兴奋地喊道 快看那边有双胞胎 伊瓦和米里亚姆就这样被带到了 集中营的人体实验室 被带走时 他们的母亲哭得撕心裂肺 但是仍然没能把孩子们留在身边 当伊瓦和米里亚姆 走进人体实验室的那一天 他们不知道的是 自己的父母和姐姐们 已经被送进了毒气室 蒙哥伦实施的双胞胎遗传实验 旨在了解双胞胎遗传的相似性和差异 以及研究如何通过人微的方式 增加双胞胎的出生率 伊瓦后来回忆说 在人体实验室的那段日子里 她和米里亚姆 每周一三五会被带到一个空房间里面 被扒光衣服 文格勒随后会带着助手走进来 检查和比较他们身体上 每一个部位每一寸肌肤的相似和不同之处 并且记录下来 整个过程可以长达八个小时 每周二四六 他们会被送进实验室抽血化院 还有被注射大量的药物 伊瓦不止一次因为抽血过多而晕厥 有一次在被注射药物之后 她四肢肿胀 全身上下长满了大红斑 高烧不退 无奈之下 伊瓦被送进了集中营的医院 医生检查了伊瓦之后说道 真可惜啊 她这么小 可能活不过两周了 当时在伊瓦的脑海中只有一个信念 就是她不能死在这里 她一定要再见到自己的孪生姐妹 和她一起活下去 两周之后烧退了 伊瓦奇迹般的活了下来 她再一次被送回了 门格勒的双胞胎实验室 可是当她再次见到自己的姐妹 米里亚姆的时候 米里亚姆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形了 米里亚姆一动不动地呆坐在床上 当伊瓦问道说 我不在的这两周究竟发生了什么的时候 米里亚姆说道 我不会说的 你也不会想知道 相比之下 伊瓦和米里亚姆 还算是门格勒双胞胎实验中 比较幸运的一对 因为至少他们活了下来 1945年二战结束 人体实验室中 仅剩的不到100对双胞胎 战战兢兢地走出门外 发现德军不见了 伊瓦和米里亚姆 被前来的苏联军队给解救了 随后辗转来到了以色列 1960年 伊瓦嫁给了一个美国人 随后移民美国 而她唯一的双胞胎姐妹米里亚姆 一直生活在以色列 后来也结婚成家了 当米里亚姆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 肾脏发生了感染 所有的抗生素都不起作用 1963年 米里亚姆怀第二个孩子的时候 肾脏再次出现了严重的感染 医生一段的肾脏进行检查的时候 发现她肾脏的大小 和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差不多 也就是说 从集中营的人体实验开始 米里亚姆的肾脏就已经停止发育了 在生了第三个孩子之后 米里亚姆的肾脏彻底停止了工作 伊瓦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一颗肾 捐献给了米里亚姆 她说道 我有两个肾 但只剩下一个姐妹了 这个决定对于我来说一点都不难 但即使是接受了肾脏移植 几年之后米里亚姆还是出现了 不同器官的衰竭 只能靠药物来维持 她的主治医生想要找到 当年集中营的试验文件 从文件中找到 米里亚姆究竟被注射了什么药物 可那些文件早已经不翼而飞了 1993年6月米里亚姆去世 此后伊瓦致力于寻找 其他双胞胎实验中的幸存者 在世界各地进行巡回演讲 也是她让我们了解了那段黑暗的历史 2019年7月伊瓦去世 享年85岁 那么一开始生命之权计划中 被选中的那些超级人类的 雅利安小孩们 现在都怎么样了呢 二战结束之后 生命之权计划也化为泡影 美国军队进入德国之后 实验营地只剩下了 成百上千名 六个月到六岁大的雅利安孩子们 工作人员早已经闻风而逃 而这些曾经承载着 德意志之光的孩子们 现在成为了人类之耻 成为了全世界人民辱骂的对象 纳粹曾经认为 挪威人是维京人的后代 拥有最完美的血统 因此挪威的生命之权营地 也是除德国以外最大的 德军撤离之后 挪威新掌权的政府 将这几年所有的怨气 都撒在了孩子们和女人们身上 无数的挪威女人 就因为曾经和德国人说了一句话 就会被剃光头发 甚至是扒光衣服当街游行 挪威官员甚至公开宣称 要相信这些纳粹的孩子们 会成为良好的市民 还不如相信老鼠会成为家养的宠物 甚至有官员发表言论说 德国人带有不良基因 与智障无异 可笑的是 这样的论调与纳粹又有什么区别了 生命之权进华出生的孩子们 有很多都被关进了精神病医院 因为当地的牧师甚至提议说 要不断地清洗和消毒孩子们的皮肤 以洗去他们纳粹的味道 很多孩子们被洗得皮肤溃烂 2018年在世界人权宣言 70周年的纪念活动上 挪威首相爱尔纳·首尔贝格 首次代表国家 向当年遭遇到不公对待的挪威女性和德国后裔们道歉 但即使是这样 仍然无法抵消他们不同程度的心理创伤 根据调查发现 生命之权计划出生的孩子们 自杀率要远远高于普通的德国人 该接受审判和惩罚的是纳粹和党卫队 这些无辜的孩子们又有什么错呢 就像生命之权计划下出生的保罗汉森所说的 我永远摆脱不了耻辱 唯愿我的骨灰可以散落在风中 这样我就再也不会被选中了